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问一下 大家说大卫主题有一个全层的主题在里面 对 要参考 所以你是很有经验的 我就看到一些年轻的综艺师在这里 我想听听他们对于为什么要学中医 为什么要把中医当为一个职业的看法 你是想问我还是问他们 理事先答 如他们有兴趣大的可以 好 那我先答 OK 我们中医针灸 以前海外中医针灸 是一个我们海外华人的谋生的手段 那么1972年你从访华掀起了中医热 对吧 那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我们叫海外中医人呢 无主之无序的 为什么呢 现在是有主之一路有序 一带一路集团 当时我们说无主之无序的 我们呢就是到了这个世界各地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中医和针灸 这个benefit送给所带过各个人民 当时因为没有立法 所以呢我们中医针灸呢 是我们海外华人的谋生手段 现在已经立法了 世界现在有很多地方立法 尤其是这个立法是我们英联邦国家 比如加拿大 美国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 我们都立法了 立法了以后呢 就对我们中医行有保障 而且我们行业 我们正式进入了加拿大的医疗体系 比如在安大略省 原来是有23个行业 加入我们这24个行业 而且呢国家呢 你现在再去看国家职业分类 它有A类 B类 我们是A类 里边我们的代号是323200 就说我们已经是正式的职业了 大家也知道在海外呢 一般是lawyer和doctor 都是非常top的职业 非常受尊重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明年呢 可能我们安大略省也有doctor的TCL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变成令人羡慕一个职业 那么这就是 因为我们的疗效 因为我们的疗效 比如像我们这个中医针灸啊 那么这个呢 脚比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加拿大 它这个经济 包括它财政 那么在医疗方面开支非常的大 那我们呢 中医针灸呢 就是给它一个补充 那么因为我们的疗效很好 所以呢 所在所 就是现在我们当地人用力越来越多 这就促使了 我们很多人转向了学中医 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中医立法 说我们安大略中医学院 我们现在可以享受 跟加拿大公立大学同样的班的水 这样一样的待遇 我们这个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 授权我们学校 可以招呼这留学生 ISP 那么local的当地的学生 就是citizens和这个 就是枫叶卡的 只要在这住满一年 他都可以申请 来我们这个学习 那么这个学费呢 现在两半的部分 就是政府给拿了 那么因为它是full time全职学习 那么他们呢 就是政府支持他们 就给他们的grant 就给这欧萨 那么这是就是无期贷款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就鼓励很多中国人都来学 这是第一点 回答你为什么才来学 第二点呢 因为我也在给学生讲 尤其那老师 我说你还学中医 中医是科学 西医也是科学 但你要学中医 我再重复一点 针灸和推拿 是知识型和技术型相结合 非常紧密的学科 就knowledge和technic make together 知识呢 书本是载体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要只要打开手机 你可以查到任何信息 当然信息它有相反的 但是技术你必须像 MASA像老师学 For example 比如说MASA 就武术 它就非常典型的 知识型和技术型相结合学科 咱没有看见哪个们在街道的书摊 或者是storage book 就是书店 买一本武术书 照着书 练 变成非常famous的武术家 对吧 没有见过 为什么 因为它必须要跟老师学 因为很多 你看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是你的老师和前辈们 他的一些失败的总结 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学生 你们要来学习 首先 要传承就是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回想起了 当年我入学的时候 我是高考以后 这个1978年我入学 我们上第一堂课 就是什么是中医 当时五板教材 老师就讲 中医是在中国产生有五千年的历史 当然我中国人很自豪 有独特的理论体系 它这个理论体系非常独特 包括中医针灸 传播到国外 你知道几百年前 马可波罗伯到中国去了 那些商人和使团 他们也把针灸带出来 但是那时候呢 理论的之后 它没有阴阳五行 没有经络 但是呢 他们带到了欧洲 这个人肚子 他扎竹三笔 扎天书 就好了 所以呢 他就一定要问 他没有中医理论 他就用神经去解释 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 包括北美 有很多就是解剖针灸 或者dry needles 是这样 但是呢 他不是我们的中医的针灸 所以说 我们中医 除了有五千年的历史 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 它有的这个丰富的治疗手段 它的治疗手段 所以我们学生要学习 比如说光经络 经络是这个立体的 它一开始表面 比如皮肤 我们十二皮部 这个是用干什么呢 用灸 用激光 然后十二摊的 十二金金 再朝里边去 就是制造一些金金的圆主 还有十二经脉 经脉就扎到里边去 针要扎进去 所以它是个立体 所以这个理论呢 也非常独特 正是因为有这个独特的理论 所以他们学了 包括西医他们学了 他们就可以治疗很多疾病 你像我们 现在中医针灸对方 相关的其他 比如说 Phase Therapy Chiropractor 包括 这个 Massage Therapy 他们也可以用针灸 但他们春天就二百个小时 或一百到二百个小时 他没有学我们中医理论 所以他只能治疗呢 它相关原主治疾病 但我们中医可以治疗 内外妇儿都可以 比如说 有的年轻妇女来 他这个月经不调 我们可以调经 比如说他崩漏工学 比如说他不孕我们都可以 小孩来了 他比如说他咽尿我们都可以 包括在内外妇儿 但是他们没有这套理论 中医理论 所以他们那些治疗 虽然是允许他们针灸 但他们只能是在他们职业范围内 如果超了职业范围 他就违规了 他就违规了 所以呢 这个中医理论呢 对我们来说 是这个传承和这个技术传承 这都非常重要 好吧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回答到这 可以吗 对 非常好 嗯 嗯 太高了 不高 trained 会长 长得不高 不像你高 不像你高 等下啊 好 谢谢啊 东西 可能 这是彩虹的 最后一轮回到 第二个 正是彩虹的 太熹了